据报道 针对世卫组织专家组在中国开展的病毒溯源工作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都表示 希望中国与专家组全面合作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中方高度配合了专家组的工作 相关表态是个别政客 政治干预科学的又一个例证 华春莹表示 个别西方政客开口闭口说独立 但独立不等于听命于西方 只有尊重科学 基于事实才能够产生独立的报告 得出科学的结论 世卫专家组的成员多次表示 中方人员在工作当中给予了高度的配合 想去的地方都去了 想见的人也都见了 在工作当中也是感到了中国同行们的坦率和信任 认为中方的同行是值得信任的 而且他们得到了重要的新数据 也了解了更多的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信息 我想这才是科学的专业的态度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个别政客的表态 恰恰是政治干预科学的又一个例证 华春莹表示 很多来自西方媒体的报告显示 早在2019年 新冠病毒就已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多例进行传播 希望美方也能就此给出回应 美方可不可以提供所有的相关的原始的数据 美方可不可以与世卫组织开展全面充分的合作 美方可不可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赴美国开展数元考察得出独立的结论 华春莹表示 中方已经同世卫组织专家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希望有关的国家同样也能秉持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 来开展全球的病毒溯源 分享交流研究的成果 共同为国际抗疫合作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感谢观看